已經很多很多人就把我跟脫光光這兩個東西連結在一起 就他們就說啊你就是那個脫光光的那個攝影師嘛 欸對就是我沒錯 那為什麼要脫光光呢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太熱了 就這麼簡單的原因 衣服為什麼要穿保護你的皮膚嘛 跟保暖嘛 啊我很熱我一直流汗 哦為什麼我要穿衣服我很熱 為什麼要穿衣服我超熱 然後我這樣拍片然後一直流汗 到底是為了什麼東西呢 我只是想要有比較深的景深 就是我的想要把光圈縮小嘛 所以我要打很多很多的燈 那這些燈真的是超級無敵熱 然後我的冷氣然後又要開很冷 然後風開很強 還是抵不過這幾千瓦燈 我們來看看到底花幾千瓦燈在打這個小小空間 可以這一盞350瓦 這一盞差不多80瓦 這一盞也差不多80瓦 這一盞差不多1300瓦 真的是爆炸熱 最後上面這裡還有一盞350瓦燈 就整個是爆炸熱耶 那我平常拍影片的時候我電腦也在算圖 所以同時也用了五六百瓦吧 所以我這樣子整個房間就幾千瓦電就這樣子在燃燒 然後來照亮我的影片 那我的冷氣當然也忍不了多少 開到最強開了23度 22度21度還是一樣熱 就沒有辦法那麼快的消耗這麼多電力 然後把它散熱真的是爆炸熱 所以我平常拍影片的時候就滿頭大汗 然後全身濕大大 如果我再穿上衣服 我現在沒有穿衣服就已經都在流汗了 我穿上衣服我是穿衣服是為了保暖 我沒有要保暖我穿個屁股衣服 那我之前在YouTube頻道初期的時候 我也堅持說我要穿著衣服拍攝 就讓別人有一個比較好的形象嘛 然後也讓大家看起來比較 好像我有在認真做這支影片 但是沒有人在看我的YouTube影片啊 沒有人在看 然後我YouTube也沒有賺多少錢 我一個月電費五千四五千塊 兩個月一寄電費就幾千塊破萬了 真的是 所以為了冷氣不要開這麼強 然後我又想要玩我的攝影器材 所以我才拖光光 這也是一個不得已 除非有人就是來donate我嘛 我把我的donate連結放在下面 有人donate我 我可以付電費 然後我就穿衣服 就這麼簡單 就 這就是因果關係 我有錢 我幹嘛不穿衣服 我是腦殘嗎 之後再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脫光衣服拍攝 我就把這支影片傳給他 你是要把我變烤機是不是 紙包機 那身為一位攝影師 那對自己影像也是有一些堅持的嘛 就我想要做一些效果 就我真的是要把光圈縮可能到F8之類的 我在一個小房間 我就是全部的燈 真的就全部打開 像是拍微距啊 或者是我前面後面 有的要同時 對到很多東西的話 或是我前前後後這樣動來動去 我都要有焦 那我真的就要鎖光圈嘛 我現在 目前這展1200也沒有開到全出力 我現在才 16%而已 就 我已經在噴汗了 我 沒有穿衣服就在噴汗了 冷氣也不冷啊 我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在穿衣服 我是這樣 我要 自殘啊 我要把自己悶死 是不是 到底是想怎樣 是我 我 我 那 我 你 你 那